用不过时的牛仔裤可以说是我们它配率最高的必备单品了 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大品 它在秀场上的存在感也很强 Off-White Pole Amp Joe D'Alberman 牛仔裤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款式 六阔腿垮,直筒垮,紧身垮 而且几乎人手好几条 想要把牛仔裤穿得更奢毛 今天小Q为大家来支招 直筒垮首先,先从牛仔裤的垮饰入手 直筒牛仔裤是最回归本身的垮饰 直线条垮饰修饰腿型 裤脚略松一寸 穿起来更舒适 鞋尖或是一字尖的上衣可以丰富整体的层次感 想搭配高跟或平底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搭配衬衫是最常见的穿法 两件都是四季的热门单品 搭配在一起的效果肯定不会差 经典款的黑白衬衫简单清新 不用费力去想搭配 也能穿出质感 绝绑材质和荷叶边设计的款式更显舒女 也可以在颜色的选择上做突破 今年印花款的上衣热度很高 夏天没入手的仙女们 秋天可以考虑入手了 织毛又吸睛 条纹款和彩色格纹款 可以让你的少女感更强 为你是初秋的必备搭配 和牛仔裤的配件和鞋又显高 条纹上衣也是经典的搭配之一 一不小心就能穿出反式优雅感 不过这种横条纹不太适合肉肉的女生 哦 天气再稍微凉快一点 就可以披上皮外套半裤了 风衣跟牛仔裤也是绝配 搭配一双小白鞋血高又鞋气质 扩腿款扩腿裤白搭又时髦 一直是大家的最爱 扩腿牛仔裤才质硬挺 能更好地修饰腿型 白搭的白色衬衫配牛仔裤 真的是个人觉得最不会出错的穿法 而且白衬衫特别显细致 发冰阔腿牛仔裤可是藏肉的好搭配 和猫跟鞋搭配在一起 平时上班也能这么穿 觉得白色淡掉的仙女 可以在颜色上多做选择 暗中色给人感觉很沉稳 稍显性感的一字尖 能hold得住的仙女 可以让你专足回头绿 同色系的搭配看起来有点挑战 不过这种搭配也很能展现你的搭配功力哦 稍显成了那黑色上衣加牛仔裤 可以用一件印花薄外套来平衡 舒适休闲的街头风 紧身款大家对紧身款的理解 一直都是一定要有纤细的大长腿 好 小Q可以认真地告诉你这是对的 想超模型给这样的好身材一身 oh black 也是街头最细形的那个 hold不住全身黑的风格 可以换一件调完善衣来丰富层次感 妙侧上衣搭配起来更显得无压力 灯冷一点就可以搬出压箱底的针织衫了 最好是这种带点修身的款式 穿起来身材实在太完美 紧身款对外套的搭配来说完全不挑剔 西装外套 风衣搭配起来 显得格外执行感恋 破洞款个人觉得破洞款 是所有款式中最难hold得住的 穿不好买了可是会拿针来帮你封的 不过穿得好 也是最能凸显恶性的一款 所以破洞牛仔裤 也是年轻人最喜欢的款式之一 更有一众明星纷纷为他大获 总结了几场look开启露出膝盖大腿的 超大破洞牛仔裤模式 破洞裤加上把球帽再配上一双小短靴 周冬雨的这一身带有浓重的街头风 这只的破洞牛仔裤选择的是洞口边缘 还拉扯出几条毛边的胯式 特别随性不及释放自我 肯动的穿衣风格一向大胆 破洞牛仔裤更能彰显他的个性 搭配短上衣 让你分分钟秀出大长腿 街头感很强的破洞裤 雨衬衫的呆配也毫无违和感 初秋穿破洞裤呆配长外套 不仅走路带风 而且个性十足 稍微有点正式感的西装外套和休闲感十足的破洞裤 可以说是完美的混搭风格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小Q的分享 牛仔裤他配饱子有get得到吗 来源 好奇小姐的清单 作者 小Q